是迟到了吗 我还要主任还没到 咱们十一点还是一点半开会 一点半 乔飞 今天上午你在哪儿呢 怎么都没看到你 资料室 你在资料室啊 我还以为你在同传黑匣子呢 这黑匣子干吗 有同传任务吗 没有 不过同传是每个翻译 必须打标的技能 大家都在哪儿啊 那咱们就开个周会 这个 本周的翻译任务是 主任 在开周会前 我有件事想和您探讨 什么事啊 你说吧 高翻译院是以交传为主吧 但我觉得我们不能拉下同传 对 同传的人才也很需要 所以说如果有人能交传同传病重 那就是特殊人才了 当然 那要是这个特殊人才 挂羊头卖狗肉呢 连基本的翻译技能都不达标 我绝对会拉低高翻译的水准 你在针对谁啊 我担心有人连基本的翻译技能 都不具备 我提议 对我们这几个新进转转的员工 抽着它同传水平 包括我 杨艳 乔飞 都必须过关 不密你些话说了 你到底怀疑谁不具备同传技能 我不能冤枉别人 但确实我们十一期到现在 没有进行过同传考核 我觉得再甄别一下 也没有坏处吧 为什么要甄别人 你到底在针对谁 谁过不了关拖后腿 我就针对谁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 开一周会忽然提出来 考同传了 你闹什么呀你啊 我不闹什么 我就是想对自己严格要求 行吧 行吧 我觉得啊 吴明的话也有道理 增加对翻译技巧的考核 极高翻译人员的业务水平 都有好处的 考下去考下呗 同传 一人十分钟 准备资料袋啊 准备资料袋啊 吴明 你第一个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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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误率 百分之三十 合格 没关系啊 反正 我的发展方向是交传 下一个洋夜 下来 失误率 百分之二十六 中等 下一个乔飞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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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雕塑学院 以及唐教建筑学院 你非得见不跟着生活 文化雕塑学院 平息地 对这所学校进行深入改革 实物率百分之二十五 乔飞啊 你后面一段表现得很好啊 佳阳啊 我的判断没错吧 乔飞可以在交船同船上同时发展 不过前面一段进展得太慢了 发挥得也不稳定 以后还要加强练习啊 主任 其实我之前 一直跟你隐瞒了 两周前 我还进不了同船乡 翻译不了一句完整的句话 刚才知道了 直到佳阳帮你找到了心理原因 克服了这个问题 是吗 您 你想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是啊 主任 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 你们每个人的情况都在我这儿 是佳阳早就把你同船障碍的事情告诉我了 是我让他不要进入大家 私下给你特学的 主任 其实要是早知道乔飞有这种障碍的话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帮助他想办法了 你的这句话我很欣赏 团队精神 无名的同船进入的速度很快 今后啊 你要跟他多交流谈讨 你对同船的障碍主要是心理上 客服以后 你的同船水平 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乔队 这点我扶你 你后面跟舰的速度很快 我 我真羡慕你的天分 行了 今天的考试我很满意 那就接着开会吧 好 李莉 你看你这样子啊 上吐下泄的 也没法工作呀 赶紧回家休息 该看病的就看病去 吴洛哥营展主任你一日去步行 我吃药也没事其实 没关系 我带他们几个去 养病千月总有一时吧 他们总有第一次 那行行行 我我我先去医院 有什么事儿电话我啊 杨颜 来办公室一下 田主任 李雷病了 那下午的摩洛哥营展 摩洛哥电影节主席的演讲 稿子过了不止一遍了 主要是克服心理障碍 和注意一下临场应变 主任 李雷病了 下午你第一个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好 除非你待命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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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吐 好啊 快 把乔菲交进来 好 乔菲 你去 快 去吧 查了 顶尖好多记者名人的 这要是出错了 赶紧剩下就完了 就是 出风头的事 让爱出风头的人去做 别紧张 别紧张 只要把第一段错误去了 就没事了 我要是说错误怎么办 第二次不犯同样的错误就可以了 欢迎我们的丁杰之心上台之心 掌声有请 完了 乔菲完了 脑子一片空白 得奖的女士叫乔菲 是一名来自中国优秀的翻译家 现在她优雅地登上了演讲台 准备做演讲 乔菲 相信自己 同传是永远要告诉自己 你现在就是翻译家 用王者的气派来翻译 准确 自信 绝对权威 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好 很高兴大家来到摩托歌电影节 我们下午的主题是 对今年参展的青年导演作品 做一个详细介绍 由于我们的主题 我们今天有非常多高质量的银片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来了解 今年的评论们 一定是特别为难啊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 如此的精彩 我们的电影节 恐怖的 宁愿 还会有什么 您 Integration 是江阳吧 那这样吧 那个材料你先带上去 我先不回办公室了 正好你跟江阳好好聊聊 他在等你呢 今天跟田主任进箱子了 怎么样 我听说摩洛哥来了很多高层领导 有没有紧张 何止紧张我直接都晕了 我就觉得我一张嘴 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别说翻译了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这就是典型的晕场 那后来怎么样了 田主任有没有二手准备 就是因为里得拉肚子 才让我伤的 我就是二手准备 我当时脑子里面 只有一个想法 麻烦巧飞 你还高翻院出了特级事故了 都不是特级事故 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简直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 我怎么教你的 在临场翻译遇到问题的时候 越是慌乱 越不能想结果 这样你大脑皮层 只会无意识地继续扩张 不可能把注意力 集中在翻译对象上 我平时都白教你了吗 还好 我当时脑子里想的全是你 想的不是现在这副训人的样子 是你有人性的一面 赶紧说说 后来这问题怎么解决的 后来我不就是想到你了吗 然后想到你平时教我的那些 想到你鼓励我的那些话 我的大脑慢慢就恢复意识了 然后我就调整呼吸张嘴一试 一下感觉全来了 顺利完成任务 谢谢你任母 还骂我 我们今天去跟伯母告状你 好啊 你去说啊 那我就顺便告诉我妈 你平时是怎么欺负我的 为什么叫你任母 行啊 在这儿等我呢 这是麻烦错了 我就拿起来 今晚就我那儿了 义生说伯母要更好地休息 咱们明天一早就去看看 需要帮忙吗 不用 你不会堵死我吧 堵死你 我也讨不了 来 祝贺乔菲同学 终于迈出了 同船实战的第一步 第一杯我先敬你 谢谢你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让我走到了今天 还笑 干杯 干杯 你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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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天女散花 怎么会这样呢 我妈平时就这么给我热鸡蛋的 你妈妈平时肯定会在鸡蛋上扎个洞 对吗 有道理 我现在想拍一个照片撒个归博 你去帮个忙 帮我把手机拿回 在我包里 这叫做骑士 算了算了 没事没事 我自己去哪儿 你别破坏了 别破坏了 我去去 别破坏了 妈去一下啊 好 好 好 我要破坏了现场啊 好 先去 �를 美story 别别 你别 你这就属于网络暴力 你耗召大家来取笑我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只是 把照片发上去 去拍了微波炉 我刚没记得名 不知道你是谁 这么快有人回复了 谁啊 好的烹饪 跟做手术一样 都是艺术 你怎么来了 妈 你怎么来了 别叫我 别叫我张总 我是来整理东西 搬家的 搬家 这是成家的产业 你不是和家里人决裂了吗 就没想到有今天 没事 把所有的西服领带配饰 还有鞋 全部拿走 你要干什么呀妈 翻箱倒柜的 这张卡号你记住了 每个月往卡里打一万块钱 作为你这几年 还原家里的生活费 你就非要把事情弄这么绝吗 这叫绝吗 不是你要自理根上不靠家里吗 但是你记住 你是儿子 你赡养老人是有义务的 之前 我们不要你回报 因为我们把你当成了亲人 可是你为了一个外人 跟亲人闹翻了 现在亲人就要跟你 你把这笔账算清楚 伯母 你是谁啊 我在跟有血缘关系的人说话 你插什么嘴呀 行 没问题 每月五号 我会打一万块钱到这个卡上 还有 明天你必须搬走 这个房子我已经租掉了 你们 把厨房的红酒全部搬走 还笑 都跟你妈妈闹成这样 我可难过了 难过什么呀 我又不是只靠家里的蓝裤子弟 我自己能挣钱 之前因为妈妈手术 我就把车卖了 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了 一个月一万 那是你在高兴的地方 高翻院所有的收入 所以说我妈这回绝霸 她就是想逼我 逼你离开我呗 没那么容易 我程嘉阳是谁啊 这点小事就影响我了 什么问题来我就面对 我就解决 总是有办法 我打算住徐东那儿去 顺便让他帮我找找房子 哪儿那么容易找到 那我就赖他家 或者你要愿意让我住你家 我也不介意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闹 我都居无定所了 你还不收留我呀 你说你明天上班 西服都没有怎么办 光屁股去呀 开玩笑 开玩笑 我问徐童介啊 你们俩身在尺寸上不一样 你就别管了 那不管了 帮我搬家吧 你不是让我别管了吗 你别管了 你坐呢 你坐呢 搬家 嘉一 我现在心里堵得哄 夏阳他妈妈 一会儿逼他搬出去 一会儿就来高翻院 他现在连家都回不去了 他现在没地方住 只能住在徐东那儿 你别说你那些了 别说你那些了 我现在没进行听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我出事了 行了 行了 你别难受了 什么事慢慢说 飞飞 我跟澳天分手的事 你都知道了吧 你猜那个没良心的 跟那经纪人说什么 他们俩居然合起伙来说 不认识我 你 你说你这有什么好哭呢 你跟错的人分开才能跟对的人重新开始 是不是 我现在白日也没了 钱也没了 就真的只能靠自己了 你要相信自己还有新的机会的 所以说飞飞 你 你这是干吗 你起来 你怎么了 我怀孕了 怀孕了 你别那么大反应 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不能跟任何人说 包括程佳阳 那你去找澳天 他必须要负责 你别去了 他都不会认的 他现在已经有新女朋友了 而且那女的都已经帮她叫了好几个代言了 还要帮她开工作室呢 但孩子是她的 她有知道的权利 你不问她 怎么叫她不想负责呢 就算让她出钱 她跟她的经纪公司只会更加地交不起我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 这孩子保不住 我已经吃了好几个月的安眠药了 你自己承受这么多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我觉得你忙 我本来不想打扰你的 可是我觉得这事情实在是太严重了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走投乌路才来找你的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菲菲 你不跟她说是吧 我跟她说 我就说我是无意中发现的 跟你没关系行不行 我去跟她说去 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马上就要变成真正的演员了 如果这是要闹大了 对我影响多不好啊 就会毁了我一辈子的 说你怎么自己承受这么多啊你 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啊 菲菲你就别说我了 我吴嘉宜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 可是这次我真怕了 我求求你了 你别告诉淳嘉阳行吗 我不想让她瞧不起我 请我不告诉淳嘉阳 她也没有瞧不起你 有 她也有瞧不起我 而且我知道别人也有瞧不起我 但是这一切我都可以不在乎 因为 我觉得只要有一天我能火 我就能翻身 但是如果 现在还留着这个孩子 我就都毁了 我不能要这些孩子吗 嘉宜 你干什么呀 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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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你 我在呢 没事的 菲菲 我现在就只有你了 你一定要答应我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不说我谁也不说 我谁也不说 你发誓 你发誓 那你最重要的事情发誓 那你妈妈的健康发誓 她感冒伤风流鼻涕了 姓名 乔菲 年龄 二十六 你这都打算好了 你什么时候拿着我的医保卡 菲菲 你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这次结束之后 我给你送你手 你怎么不交都行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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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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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菲 filming 接着 喂 佳阳 小飞 你在哪儿啊 我临时有点事 什么事啊 伯母都说今天 你没去医院看她 我晚上就去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我一个外地朋友来了 他找我有点急事 你有事吗 你没事 我这边挺急的 我先忙了 算了 算了 那你先忙吧 好 我忙完打给你 怀疑 你想好了 我是想做人流 怀的时候吧 我不知道一直在吃药呢 我估计对孩子也不好 好 后天有空过来做个手术 现在去交一下费 好 完了 这次嘉然肯定觉得 我有什么事什么安着他 可是你答应我的 是 我答应你了 我知道啊 你的事也比我紧急 你手术什么工作呢 后天 喂 我求点事吧 我给自己把整了一遍遗憾事 你知道这事吧 不是很过敏的事我 你你先借我点 嗯 行 我有钱你放心的 等你手术完了以后 我好好让你吃点补补 给 白白 我一有钱就还你了 没事 我没钱水管你劲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去 就算减肥了 变态 谢谢啊 走 好 这是我比较初步的想法 希望能得到你的建议 什么呀这是 文晓华 晓华有天上天室啊 跟高峰院不让你建议 去呀 多好的机会呀 别跟眼里说不就行了嘛 家人肯定会知道的 我总觉得背叛高峰院 就是背叛程家阳 可是我不想跟文晓华走太近 吃醋了 就因为程家阳以前喜欢过他 你别瞎说 他们俩现在只是朋友 你心里最清楚了 曾经的梦中情人 怎么可能只变成 单纯的朋友关系呢 所以你才有刻意 在那儿不知之意呢 不是 我也不想接受文晓华的施舍 施舍 他想找我说到底是为了家阳 我是家阳女朋友 我不喜欢这种感觉 怪怪的 就是不想被前人看扁了呗 他们俩没好过 不是前人 我怎么闻前这么浓烈的一股醋味呢 你说我最近怎么对酸这么敏感啊 酸儿辣女 这肚子里应该不会是个男孩吧 贾云 你是不是舍不得了 这必须是我肚子里的一块肉嘛 我要是有钱的话 我肯定就把它给生下来了 可是有钱才能任性呢 像我这种没钱又没背景的 就只能任命了 后天是吧 你放心 我请假全天陪你 菲菲 你最好了 我现在只有你了 看看你 赶紧去躺会儿吧 不行 这就是 订了我女儿号 分手分出去之后 借的商业活动 人家订金都付了 我要不去多不合适 订金就我省得给你那笔钱 那笔钱 那我把钱还你呗 别了 我都已经想好了 反正我跟老天分手之后呢 以后应该也很少 有女儿号的戏找我了 这种活动 我也是参加一次少一次 我这次一定要好好地把握机会 好好地表现 盯妆照都已经照了 我给你看一眼 你看 好看吧 你说你这是高跟鞋吗 你这俩钉子处在地上呢 那有什么办法呀 造型都是人家给定的 你你你穿成这样合适吗 这 这哪儿适合孕妇穿呀 王徐东给你接的吧 我去跟他说去吧 这 你别啊 你可千万别跟王徐东说 你们俩还没和好呢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我就算是要饭 我也不会去找他要的 菲菲 我求求你了 你真的谁也别告诉我 我求你了行吗 你说不说不说 谁也不说 好吗 谁也不说 佳阳我也不说 他会体谅的 我还好你不重测情有 你就是重测情有 你怎么了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哀怨了 你一心只有乔飞 还知道关系人 你吃醋了 人家乔飞他妈妈 要做脑部手术 你也要做手术 我还真想做我脑部手术 把吴嘉宜给你 剃出去 又是吴嘉宜 你喜欢人家 你去追人家 我是这么做的 可你不知道他有多讨厌 哥哥我那么帅 那么死定 他就对他好 他不知道他真心 那我怎么骂你 你们吵架了 吴嘉宜的脾气暴 你们不知道 你不骂他 他都不见得喜欢你了 你是不是以为 打是亲骂是爱啊 你看 你都知道 打是亲骂是爱 他不知道 他没问话 没问话的是你 打是亲骂是爱 必须他是你女朋友 而且还得点刀为止 你本人骂中 说不定这样还恨你 你别逗啊 真假的 我真是假的 真的恨我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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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一下 多大大人了 你在这儿撒娇卖龙呢 你跟乔菲俩爱的死去火来 却不管兄弟死活 如果不是你认识乔菲 我怎么可能认识吴嘉宜 说来说去还怪我 是兄弟吗 是兄弟 你就让乔菲帮我 跟吴嘉宜可好 这才是 帮不帮我 我没时间管你这些事 乔菲妈妈做手术我得帮忙 你给他打个电话不是完了吗 好好哄哄你 我不敢 他打个电话在他不接 那我不是更逮 拿出你死气白裂的状态了呀 这是你的强项 你看你都知道 是我强项完的不用了 其实 我忍不住大方的占线 就没通话中我估计 他就直接把我给拉黑了 你却笑 我在公司还碰到我两次 他时间本来跟人聊得好好的 看我一过去马上不说话了 你都不知道 那嘴之心里得跟个蛤蟆一样 这我一过来马上合上 其实这感觉挺好事的 你说我们俩关系 这怎么就为人这样呢 前两天还好好的 你记得那个把他抛弃 特混蛋的耀天吗 他从来没对人那样过 我往好处想啊 他是因为在乎 所以生命气 是 是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是的 相信我肯定没大事 我有事学回高分线了 你再抚慰我受伤的心灵一会儿呗 还要我怎么抚慰你 来 怕我身上哭一会儿 好 不要脸 给他打个电话 我走了 那烧饼糕叔叔叔之后 你帮我跟他说一声 这点小猫弄不包还不动呢 咋子 喝醋了 现在让我们有请新纪女星 吴佳怡小姐 谢谢 感谢吴佳怡小姐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吴佳怡小姐平时被皮肤保养 应该很注重吧 喜欢用面膜吗 是的 我几乎每天都做 有传闻说你和巨星天歌谈恋爱 也有传闻说你们都快结婚了 没有的事 那些都只是聊聊的人 我们希望呢 俊男亮女能在一起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旭日东升文化有限公司老总 王徐东先生 今天穿得挺漂亮 你没事吧 你起来 帮你管我 你就那么讨厌我呀 那 relationships 我都是声讨厌我 像ев娱尔版本 音符 好 怎么了 是妈有什么事吗 没有 都挺好啊 想着你可能在这儿 来看看你 你最近可很少来了 那 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有事情就不能来找你吧 我只是阿姨的医生 不是你的朋友 而且 我也喜欢在这儿找你 起码程家阳不在 好 谢谢 谢谢啊 喂 佳怡 什么事 什么什么 什么呀 慢慢说 我出事了 我刚才摔了一个 能流了好多鞋 我现在在和周总 一楼的卫生间 你快点过来整我 对了 能不能流好多鸡车 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别人看见 特别释放虚动 要不然他也没面子 都什么时候了 你不要命了 你还顾着你那面子 过了 这会面子别生不得重要 我对了 你来的时候带的那个人 千万不能是程家阳 行行行 行了 行了 你等着我们啊 大姨 怎么救你一个人啊 我不让你再带个人来的吗 你给我来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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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 我我是个脑科医医生 我不是副产科医生 你让我来帮忙 你是不是帮那一项 走吧 去医院 去医院 对不起 去医院 去医院 去我们医院 我想 我根本就找你出去 要见回那边 什么时候你不要命了你 我想 你命的重要 快 咖啡 你们在这儿啊 我们现在要 去吃火锅 我先走了 贾一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们就急着去吃火锅啊 别走 我就再联系 这么巧啊 快点 程家阳特哥高家明怎么也在 他不是客户家一探过来啊 现在不是正在追求乔飞吗 什么情况 乔飞他妈妈不是刚动完手术吗 家阳为了他都扫地出门了 他怎么和他哥家阳的竞争对手 在一起呢 还有那吴嘉怡 吃什么火锅 这什么情况这都是 乱成一锅火锅了他 没事 没事 江苏请留步 谢谢 我 Wasser 不 好 我 我 想吃不许 你 我 你 你 没 你 你 也 我 你 请 放心吧 这个徐医生啊 是妇科界的权威 她给吴嘉莹做手术 肯定没有问题 吴嘉莹手术单子上面 怎么写的是你的名字 女人的职业需要吧 我想留后遗症 那你就不怕 这名声可不太好听嘛 她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大气 想到你还挺重情谊的 除了对我 我呢正好跟你相反 对别人都可以不重感情 除了对你 怎么了 你也怀孕了 成家洋干的 你得下来输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说话不经大脑 别生我的气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我肯定是太担心 吴嘉莹有点头晕 担心吴嘉莹也不至于头晕嘛 你是不是又贫血了啊 没吃饭 你呀 就是太不懂得照顾自己了 我给你倒杯水喝吧 我给你倒杯水喝吧 我家在酒喝的水喝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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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佳阳 抱歉 我一朋友在天津出了紧急情况 我要再陪他几天 麻烦替我在高方院请个假 还有 妈妈那我和他说了 你替我多照看他 你到底出什么事了 为什么好几天都没有音讯 还有 你要请几天假 是三天 四天 还是五天 你现在在哪 我要去找你 房子我找着了 还不错 还不错 慢点 舒服吗 伯母啊 我想问您 乔飞的朋友究竟出什么事了 他这都去天津好几天了 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啊 是不是他朋友的事比较急 我还以为他跟你说了呢 没跟我说 而且乔飞在高翻宴请他假 马上要到期了 我得帮他去续假 那我怎么也得知道发生了什么吧 或许是朋友有什么隐私 不让他说 这孩子啊 从小就这样 答应朋友的事啊 就一定信守承诺 不会跟别人说的 可是我是他男朋友啊 也不能跟我说吗 佳阳啊 你不能不信任乔飞 你应该相信他 你应该相信他 我身体不好 还不知道能陪他多久呢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伯母 您千万别这么说 您得乐观一点 病一定会好的 乔飞啊 从小就苦 他爸爸去世走 我身体又这样 他跟着我呀 没少受罪 我只希望啊 你能好好地照顾他 对他好 伯母放心吧 我会尽我的所能 不让乔飞受委屈 我会尽我的所能 让他活得开心快乐的 我的意思啊 是你们俩谈恋爱 这么长时间了 我想让你们早点成家 这飞飞啊 她也需要有个家 需要有一个人照顾她 我明白伯母 您能跟我说这一个 我特别开心 我会努力工作的 我也会好好对乔飞的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构造出一个 非常完美的家庭 可惜 我这次到上海来是动手术的 要不然 应该去你家拜访一下你父母 听说你爸爸是在外事办工作 妈妈是个企业家 他们见过乔飞吗 他们还喜欢他吧 我喜欢的 我爸妈都会喜欢的 伯母 最近我爸是因为出国公干了 不然他们一定会过来看望您的 不用 不用 您瞧我 我现在这样 这 这 这头发都没了 快吓人的 别再吓着他们 伯母 您别这么说 您现在是病人 所以这都是正常的 这是个过程 慢慢病好了 头发长出来了 您就康复了 对了伯母 今天我哥过来给你做检查了吗 你哥 高医生 这两天我没看到他 他是不是休假了 这两天啊 都是其他的医生来给我做检查 是不是 怎么好 都能须逻辱 是啊 imaginar发长的梦掉了 是个小的梦 omas 你需要早五天 陪你担扯二 仍然发长 霍女春 本当 received 我又没答应你替你看着他 行了行了 我就随便疑问 那先这样吧 拜拜 今天不容易啊 一天的同转 将来还是你那强奴的 还双女分呢 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 以前那同转时间 比今天长也没见你那么累啊 没事 我还好 闭碗眼睛就行了 免免神 那就是有新事呗 你年假去哪儿旅游了 短途吧 是不是有艳遇 我说你一回来变得魂不守舍的 哪有什么艳遇啊 纯家牙是我的手机 推销基金的 不是你的 你肯定有问题 一惊一炸神神到到一天到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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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佳阳 我回来了 高翻院见 刚回来啊 妈妈的病好些了吗 后来你朋友又出事了 你看 害得你连续两周请教 是遇到一些麻烦 但是还好都解决了 顺利就好 高翻院的工作也很重要 能马上开始工作吗 可以 我一回来就直奔高翻院了 那好 先休整一下 随时可能有工作 陈主任 你这是干吗 别吓坏乔飞了 我找他有事 乔飞你看你 请假时间很长了吗 是吗 弄得陈主任都没法安排工作了 那你们谈 对不起啊 我在那边遇到很多事情 所以没有跟你通电话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让你消失了十一天 就偶尔发几条信息给我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你发的 是我发的 那为什么我打电话给你不接呢 为什么 一分钟都没有吗 因为我的朋友他遇到很大的挫折 我要一直照顾他 他不是结婚去了吗 有什么挫折 是结婚 但是突然婚礼又办不成了 所以他很崩溃 我要一直陪着他 二十四小时陪着他吗 他是病人 你跟他说 你花一分钟给你男朋友 打个电话怎么了 他一分钟离不开你吗 他一分钟离不开你吗 天哪 真的就是我说的这样 我能别为这个争吵好吗 我不想跟你吵 我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你消失了十一天 你现在跟我说 你回来了吗 你怎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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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没事就好 吓死我了 知道吗 那你朋友现在怎么样了 把事情处理好了吗 那就好 你以后不许这样话 用任何时间 跟我说一声再走 行吗 不哭了 来说说好 不哭了 但是你再答应我 以后你的手机 二十四小时都能开机 我也一样 我们为对方开机 好吗 一步步追着你走 有时是朋友 有时想对手 有时害怕爱得不够 慢慢的爱情 慢慢的享受 在追上你 我看一下这一集 这一集 你以后 晚安 早点睡 江飞啊 今天晚上有空吗 想请你们处帮个忙 主任 您说 私事 我有个法国朋友 开了家小公司 要举办庆祝派对 招待客户啊 朋友 还有中国来宾 请你们当随行翻译 那正好啊 你们也一块儿去玩玩 热闹热闹 不过有言在信啊 没什么钱的 算是帮我一个忙吧 主任 您千万别这么说 李雷啊 吴明 杨业 你们一块儿去啊 好的 主任 家业呢 主任 我就不去了 我晚上约了人 那行 有他们几个也够了 好 来了 姜业 你快点儿来啦 谢谢 杰志润 乔飞来了 这位是 杨丹 你好 你好 杨丹 乔菲 我们的词词 都大浪 她会词词 好吗 乔菲 乔菲 乔菲写了一些 助缘的话 要用中文来 告诉她的同事 你帮助翻译一下 好 好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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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各位先生 好 今天 有一个女人 我想说 一些言词 我非常感谢 你会碰到 我的生命 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有些话 我想对在座的 我的女朋友说 我特别地感恩此生能够遇见你 看 巧妇煮饭 那我们做什么呢 是先没收到这点收获支持啊 今天教杨她工作 听她了呗 这个工作好像不太靠谱 你们不觉得怪怪的吗 我刚刚和这个派对上聊了一下 他们都是朋友叫过来的 没说是客户 肩到肩 肩对肩 好小处 这就是这小的小事 人们是爱的 我感到愉快 你也在我身上 我感到愉快 其实我们彼此的性格 是那么多的不同 但却又那么彼此吸引着 在我眼里 你身上看似的缺点 对我来说 都是你的特点 你的优点 更让我想用一生去欣赏和品位 我想和你好好地在一起 一起去把看似平淡的生活 过得不平淡 一起去发现生命中更多的美妙 你是我生命里最宝贵的礼物 我愿用一生去守候 去呵护 以上 我是带我一位朋友说的 她爱的女孩子叫小飞 我的朋友叫陈佳阳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提示对有情人健身爱情 陈佳阳 出来吧 你来一件你最爱的女孩 我们回来了 乔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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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嫁给我吧 跟城主任谈恋爱了 怕我们都蒙得鼓励呢 原来是真的 那是喜事 乔飞 你还不赶快答应啊 行了 现在别起哄啊 大家都是同事 祝福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是要讨喜酒喝的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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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佳阳 我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 我还不能接受 我们之间还有很多困难 没有解决呢 有任何的困难 我都愿意和你一起克服 乔飞 希望你对我有信心 对我们的爱有信心 好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觉得我现在 还不能接受你 我还没做好准备 我还没做好准备 你的戒指很漂亮 是 青年维俊 既然你觉得戒指漂亮 就 给我一下子 我愿意等你 无论多长时间 我相信困难一定会克服 只要我们彼此是真的相爱的 我爱 你等 我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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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时间紧任务重 大家赶紧的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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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难以赞 订阅划 你打算一直躲着我吗 没有 你拒绝了我求婚 我总不能特别高兴吧 我是希望对我们的感情负责 毕竟你家里现在还不接受我 我妈妈那边 你需要我陪 需要我照顾 我觉得现在这么多事情 不适合我们谈婚论嫁 不想给我压力 不愿意让我帮你承担任何的困难 这就是你的想法 你知道我向你求婚的时候 有多大的热情吗 现在你全部给我浇灭了 当然 来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我也希望你能体谅一下我的情绪 是个正常人都会有情绪的 对不起 那 等一下要一起吃饭吗 我可能去不了 我这一堆事呢 那你忙吧 我都这么继续 你又不要跟我家样 这么忙啊 现在还在加班 你怎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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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请我喝点什么 你怎么来了 咱们去性恋试吧 好 咱们去性恋试吧 找我有事啊 怎么 没事都不能来看看你 可以 你先坐 我给你标准证 好 好 之前伯母来找过我 让我好好劝劝你 我大概也跟她说了一些乔飞的情况 她现在态度缓衡了很多 当妈妈的 只要看到你们幸福 是一定不会反对的 你呀应该回家去 多跟她聊聊乔飞 也只有你这么温柔的性格 才能入我妈的眼 我只不过比较了解你跟伯母罢了 佳阳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 只有父母会无私地帮我们 我以前也像你一样 为了爱情轰轰烈烈地付出一切 可结果呢 即使结了婚 也还是发现只有爸爸对我最好 周南对你不好吗 不是 怎么说到我了 我这不说你和乔飞呢吗 其实我也挺想帮帮她的 我听说 她妈妈的手术 需要很多的医疗费 我手上刚好有一个 葡萄酒庄园的项目 需要人手 她可以来我这里坚持 不过我就是不知道 高翻院能不能同意 就来问问你 乔飞现在还是实习生 确实是不能在那边接长约 不管怎么样 我都替她谢谢你 你对她真好 因为乔飞是你爱的人 佳阳我跟你说过 我是爱无即无 其实你对我也特别重要 你是我家人朋友里 唯一一个支持我和乔飞在一起的 而且你还对她这么好 放心吧 我永远支持你们 不过佳阳 我的葡萄酒庄园项目 现在的确需要人手 我找乔飞呢 一来是帮她 二也是帮我自己 既然都来不了 你呢 你现在级别肯定可以吧 我 我知道你在帮乔飞妈妈 抽手术费 你又不想依靠家里 那你来我这里兼职 不也是一个快办法 要不这样吧 要不这样吧 明天是休息日 你先来我公司看看 行 伯母跟我说过 不想你为了钱四处打零工 不过我能理解你 因为乔飞 不想向家里求助的苦衷 乔飞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想靠我自己的能力帮她 而且我想保护我们的尊严 不然我靠家里 你说我用哪笔资金不行 把你的银行卡给我 还有身份证 我拿去复印一下 我这次还是想你 旁我的身份来帮你 毕竟你也刚起步 而且你以前也帮过我 这是我们公司的标准流程 你不给我复印件 我不能给你看公司的资料 我初步你了一个东西 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 这么高的薪水啊 这么高的薪水啊 你这么大一番薪价来帮我 这点不算是吧 这个是我在瑞士签的酒庄的技术资料 和一些国内葡萄产区的数据对比 你能不能以你的经验帮我参谋一下 我应该骗中哪个区域 另外里面还有一些我没来得及翻译的 你也帮我一遍翻了吧 没问题 谢谢 那我就先回去 今天谢谢你啊 赵阳 这 要回去了 段叔叔 爸 人你也见到了 可以放心让我开工了吧 放心 放心 我早就放心了 那今天你们俩聊着 我先进去了 好 回了 段叔叔再见 再见 赵阳 既然你当我是你的小华姐 就请接受我的邀请 等你帮我完成这个清洁馆的项目 我给你一斤斤的果犯 你太高看我了 我真的没什么经验 这样吧 我介绍一个法国朋友给你 我这个朋友本身就是酒庄的继承人 而且他懂中文 可是我只相信你啊 而且咱俩合得来 再说了 我公司的资料给外人 我也不放心 可是我还有高翻院的工作 我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你这里 我支持你在高翻院工作 这是你的理想 这也是我看中你的地方 不过伯母说得对 你是天之骄子 你不可能为五斗米折腰 等第一个清酒馆的项目正式启动 我给你八万元的项目提成 多了我也给不了 你拿这个钱 去给夏威妈妈做手术 也算结你们的燃眉至极 这钱太多了吧 你对我很重要 你知道我没什么朋友 像你这样 亲人一般的朋友 就更没有了 好 谢谢你 小黄 那你先忙你的 我自己走就行了 好 再见 再见 你会不会做生意啊 清酒馆的项目 怎么能给他八万块钱提成呢 什么样的翻译比 这么高的提成啊 我的事您别管 你的事我可以不管 但是你拿公司的钱不当钱 那我就得管了 就这么点事至于吗 我得提醒你了 你这么迁就程佳阳 那说到底是你心里放不下她呀 你现在已经跟周南结婚了 那心思怎么还老在呢 程佳阳那儿呢 你 你最近跟周南的感情怎么样 我们俩就那样呗 反正她是您选的女婿 只要那种公司挣钱 别的我都无所谓 你这不胡闹吗 你以为我选择周南 仅仅为了咱们公司啊 我是观察过考察过她的 你看她对你是非常有感情的 她这个人是白手起家 家里很穷 像她这种人 即使将来再有钱 她骨子里面也还会有那么 有那么一点自卑感 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那在她心目当中那就是个梦啊 她能娶到你 那就算是她成功了 她一辈子都会呵护你的 梦 周南心里除了发财梦 她还会有别的梦 你看看你啊 你说起你的丈夫 你说你一脸的比 你知道吗 一个女人最大的错误 不是不爱的丈夫 而是看不起的丈夫 还让她丈夫知道 爸 您根本不了解周南 她在您面前还愿意装一下 在我面前 她就是一个自私 世快冷漠的人 我以前从来没有跟这样 不入流低级的人交往过 是 她低级 她不入流 那谁高级谁入流 是这个程佳阳啊 还是高建民啊 就算是他们高级入流 可她也不属于你啊 你跟人周南已经结婚了 你就要面对现实 不说也没有人逼你 是我 是说过要跟人家周南 合伙开公司 可谁也不等于我 闻到要卖女儿啊 行了 爸 现在说这些有意思吗 没别的事 我想回去休息了 好 你不想结婚 我挣钱心买了辆车 经济又实用 不是靠我兼职的钱买 将来伯母看病什么就方便了 不用总之打车了 蔡阳 对不起啊 你被生我的妻了 我只是暂时不想结婚 以后肯定会想开户 以后你会想嫁给我 そこ 那你迟早是要嫁给我 早点和晚点有什么区别 好不好 听你的 我给你说个事 今天我去小华姐面 她手上有个项目 就让我去帮忙 做完了以后会有一笔提成 你要去小华姐那儿工作啊 其实她本来是让你去的 但是我考虑到你现在 在实习期不方便 那我就抢了你的工作去兼职 你高翻院的事情已经那么累了 你还要去兼职 累点算什么呀 而且小华姐这么照顾咱们 咱们怎么也得领个情面嘛 怎么了 小华姐现在对咱们多好啊 你别胡作乱讲了 而且她也很关心你 就这样 饿了吗 想吃什么 我给你煮面 走了 好 我以为我给你煮一份 他世人的 都没用 看起来 我已经有点 热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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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吃面就是要吃得 稀里糊涂的才爽 我从小受的交易 就是吃东西不准发出生意 自从我受你影响 我现在也喜欢这么吃面 你说我把你教坏了呗 我只要告诉你 只要两个人相爱 即便有再不同的个性背景 也能互相融合 互相影响 困难一定会克服 胜利就在前方 话中有话 一语双关 好好领会领导精神 吃面领导 你怎么晚上还在工作啊 是小华姐那边吗 我不想你这么辛苦 不辛苦怎么赚大钱呀 什么呀 佳阳 你别为了我日夜敢做 你不喜欢的翻译好吗 生气了啊 再这么说又把我当外人了 你妈对我有成见 就是因为她觉得 我真的把你当成摇钱书 能成为你的摇钱书 是我的荣幸 我妈对你那么不好 你怎么还对她这么好 你是不是把她当你未来的婆婆了 小瞎说你 你看什么呢 你 暂时还不能给你看 保密阶段 你跟我还保密是吧 行 好好做你的保密工作 不是我不让你看 我已经签了保密协议了 你看 程佳阳 如以方程佳阳未遵守本协议西密 则由甲方文小华随意处置 期限五年内 后果严重吧 你 你这什么破保密协议啊 又致死了 你跟卖生气一样 人家公司有人家公司的规矩 小华姐是想帮我 正好她们单位也缺一个专业的翻译 我替她保密也是对我业务的负责任嘛 而且这项目还挺急的 我今天晚上怎么要把出稿翻译出来 那你答应我 你跟我做得别太累 你跟小华姐好好说她能体谅的 对了 小华姐还说要请我们吃饭呢 让你一定要去 谢谢她 小华跟我爸妈不一样 她特别通勤达力 而且很喜欢你 我们那段 我们那段已经过去了 行了 行了 你要再说 我就显得我特别小心眼了 你不小心眼 我没有 我喜欢你为我吃醋的眼 我没有 你吃醋呗 你去快去工作吧 好吧 我去赚钱了